嗨,这里是猫腻读书,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 东南互保 所以说,到了义和团运动的后期 清政府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混乱局面 而就在这个时候,东南互保出现了 我们过去对东南互保评价很低 认为是一帮投降派都府,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 现在感觉研究有些解冻 对东南互保的评价稍微高了一点 至少使学界可以正面地研究它了 对此,我们首先需要知道 为什么这些都府会有这样的举措 他们为何不接受中央的命令 朝廷要求都府跟外国决裂 这些都府却继续跟外国合作 你要杀教民,我不杀,你要打教堂 我不打 东南互保其实不仅仅是局限于东南 袁世凯到山东担任巡抚以后 也加入了这一体系 也就是说,只要地方都府有一点开明的迹象 他就会加入这一阵营 毕竟洋务运动搞了那么长的时间 国家还是培养出了一批相对理性的官僚 尽管他们可能也对西方国家没什么好感 但他们都知道,义和团只是一帮乌合之众 刘坤一和张志栋是东南互保的最初发起者 但这个发起的背后 其实是受到了一帮地方身商的鼓动 这帮身商最早有这个动意 并且在西方领事和地方都府之间穿针引线 各方联络 地方都府既有相当的空间可以不受中央的制衡 也有大批的幕僚精英从旁协助 地方的崛起不仅仅是地方都府的崛起 还有地方士绅的崛起 特别是太平天国以后 他们的势力也逐渐壮大 这一时期已经到了可以影响地方都府的程度 比如像赵凤昌这些人就是在背后东奔西走 穿针引线 最后还真就把这事给搞成了 到后来东南互保的范围越来越大 事实上保护了中国的大半江山不受荼毒 当时据说有人给张志栋起草奏折 称自己不愿意执行朝廷的命令 开始是说陈代罪东南不敢奉赵 后来张志栋想吓唬一个这个西太后 把奏折改成了 陈坐庸东南死不奉赵 当然这个是传言了 但这个故事反映出东南士生们的抗命心态 后来西太后跑到西安以后 其实也肯定了张志栋 刘坤一等人的行动 认为他们做得对 也就是说西太后在下罪几召的时候 其实不仅真正的认了错 还对这些人表达了感谢 我们还必须知道 虽然西太后到了西安 但这些抗命提出东南护宝的地方都府们 仍然支持她 本来八国联金进入中国之后 首先希望城出的人本来是西太后 但当他们打进北京城以后才发现 包括参与东南护宝的各地都府 依然维护西太后的地位 所以他们只能改变主意 最终把她从黑名单上剔除了 从东南护宝这一事实 其实也能看出 义和团并没有多大的力量 我们知道 山东是义和团的发行地和大本营 全民中最多的就是山东人 而且这里民风强悍 习武的人本来就很多 所以真混两下子的练家子的人也不少 但是在袁世凯被派往山东当巡抚以后 很快就把这些全民势力清理干净了 而且他的镇压还是发生在西太后 称在义和团是义民的情况下 袁世凯要么把全民就地遣散 要么就让他们上前线去北京 天津和洋人打去 谁敢待在山东 他就剿灭水 结果就整干净了 所以如果政府想剿灭义和团的话 其实并不难 他真的没什么特别的力量 我们过去研究义和团 研究农民起义时 总有一种不好的导向 就是一种机械的群众史观 认为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 人民是了不起的 所以没有人敢轻视人民的力量 的确 我们现在也不能轻视人民的力量 但是人民的力量要想被整合和发挥出来 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 靠义和团这样的低效能组织是没戏的 每次农民起义就能够成事 一般都是由于地方精英的加入 比如太平天国起义 而武装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事 在于这一群体中 有熟练的武装人员的加入 比如明末的陕北的起义 就是因为裹挟了大量强悍的边军数族 农民揭竿其事 必须要具备一些条件 不能不讲条件的认为他们都很厉害 而像义和团这样的自发性组织 当时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 我曾经看到的一些材料 义和团成员并不像费正清考察的那样 排斥羊枪羊炮 他们曾经去抢轻军的枪炮 而且也抢了一部分了 但是都不会用 偶尔用一下 又觉得枪炮的声音太响了 就不想打了 而且如果有人精通战场指挥还好 但是他们都只会点气功 对这些现代的作战方式 一窍不通 所以没办法成事 对这些组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